针对国内小儿科医师 荒奇健保给付不公的情形 立委田秋景今天大声疾呼 呼吁政府应重视儿童医师 能力缺乏问题及改善健保给付标准 小儿科在各大医院变成赔钱货 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 新建的小儿科医生呢 他们充满了爱心跟热情 进到小儿科想要救小朋友 关于儿童健保给付严重的不公情形 台大小儿科医师说 儿童手术相较于成人手术 真的差很大 我们发现小孩子做的给付特别低 在我们台大医院 以奖励金来说 就乘以差不多0.7 再乘以十分之一 就7% 7%的话就是一千多 多少两千块 如果两个医生做的话 一个人才一千块 另外偏远山区的儿童 则需面临严重的救治延误情形 如果说当小朋友遇到 这个七百科的孩子 他们必须要紧急开刀的话 必须要做三个小时的南回山路 长途转送高雄的医学中心 或者是有急性心肌炎的孩子 他设置ECMO的话 我们只有三位主治医师 对于目前儿童医疗环境 发生了种种问题 卫生处表示 未来将增加人才培育 健保方面将重新检讨 未来我们也会透过 在人才训练方面 不管是一般医学教育 或者是急重症人才的培育 还有在急副面上 我们也会在明年 重新再检讨各项支付标准项目的相对区 台湾起八级角郭根茹采访报道